又来到欢迎世界通的时间 今天一开始带您认识这一位 戴着毛帽在中国爆红的男子 他38岁是北京人 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 是当地俗称211大学 211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中国国家重点培育大学 像是大家都非常清楚的 北京大学、新华大学、交通、复旦 通通都属于211 所以说这一名男子 他的学历非常非常的好 在毕业之后 在一家网络公司担任产品经理 日前他的老婆在打扫的时候 发现有一张白纸 上面写着裁员通知 他很困惑 因为丈夫每天早出晚归 丝毫没有任何的异样 原来他是偷偷跑去送外卖 这支影片一度引发热烈的讨论 那么有趣的是什么呢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支影片的账号突然被封锁 也有人质疑这个故事是假的 无论如何 这支影片确实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反映出什么 就是经济持续下行 中国人正在面临的困境 还有网友说 现实的生活比这个还要严重 尤其是年轻人更加的无奈 来看到这个时隔半年多 中国再次公布青年失业率的数字 去年12月 16岁到24岁 青年失业率是来到了14.9% 这个是比消失前的数据 21.3%大幅的下降 其中一个原因在于 这一次剔除大约是 6200多万的在校学生 广东独立人口学家认为 改变统计方法 有助于降低失业率的数字 但是失业青年人口的数字 并没有因此减少 而这位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局长 也坦言 中国今年的就业情势 压力依然是存在的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2023年 中国估计有创纪录 1158万的学生 从高等院校毕业 这跟2022年相比 是增加了7.6% 与此同时 研究所的毕业人数也在增加 偏偏就业前景不太乐观 所以有越来越多 高学历的中国人 重返校园 他们不是去读硕士或博士 而是去读技职学校 像是这一间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这两年来 已经录取超过了150名 拥有大学 或者是硕士博士学位的毕业生 主要是想要读什么 包括了心理咨询师 包括了公共营养师 健康管理师 老师就说 这些学生多数想去北京 上海 广州等等 一线的大城市工作 所以说 如果可以拿到多一些的技术证书 就可以拓展新的空间 还有机会 那么即便工作找到了 但是薪水好不好 这当然也是重点 根据了解 由于中国经济疲软 所以薪资大幅缩税 根据智联招聘 去年第四季 在中国38座大城市中 雇主提供了薪资 平均年减1.3% 即便您是刚刚所提到的 211或者985这些大学所毕业的 就相当于是我们台湾 台青交的概念 起薪至少有砍了三成 因为疫情前 您可以看到 可能会有超过万元人民币 也就是4万多台币起跳 但是现在只剩下大约是 六七千元人民币 也就是三万多台币左右 如果学历比较不好的 薪水更可能只有 两万六台币左右 甚至只有一万多台币 而这个辛酸的数字 不知我们台湾的年轻人 心里会不会也有共鸣 画面中女子火冒三丈 不停质问丈夫到底有没有 然而她的丈夫一开始 本来想蒙混过关 却没想到妻子果断拿出证据 和她当面对职 原来这名男子不是出轨 也没有偷吃 而是被公司裁员了 只好被这妻子偷偷在外面送外卖 感人的是女子在得知真相后 不但没有责怪丈夫 还表示要和她一起扛下生活重担 渡过难关 其实这样的剧情 如今在经济持续下滑的 中国国内越来越常见 就连毕业于重点211 也就是官方认证顶尖大学的民众 都躲不了企业的守神计划 中国经济不景气 现在有了文凭 不代表就能找到好工作 这让不少大学生下定决心 重新报读职校 回炉学习一技之长 希望可以提升职场竞争力 获得好心情 而这样的现象也促使大学学历 加上技能证书 成为了中国的求职新标配 中国人力市场缺乏技能人才 让许多职业学校毕业生 平均就业率在九成以上 而这也成为了这些学校的招生口号 同时让当局更加重视职业教育 希望可以再度掀起一波科技革命 激励经济成长 怀宇新闻学佩轩总和报导 好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中国年轻人的困境 接下来来聊一聊南韩 观众朋友你想去南韩工作吗 其实过去多年来 台湾人去南韩的打工人数 尤其是打工度假的人数 已经超过了5000人 而今年开始年龄上限要扩大到34岁 吸引不少人跃跃欲试 那么如果有兴趣的话 有一个好消息可以注意 也就是南韩的餐饮场所 今年开始可以录用持非专职就业 依旧签证入境的外籍人员 这个消息真的是可以参考一下 那么现在当地最流行的工作模式 又是什么呢 进入大公司吗 那就错了 因为现在最夯的反而是打工 我们先从去年的数据来看 这个15到29岁的青年就业者当中 每周工时不到36个小时的打工族 有104万3千名 其中近一半有44多万人 毕业之后也要继续兼职 为什么这么爱打工呢 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不好吗 首先来看到南韩的年轻人 他们都觉得说就业不是必须的 他们也不喜欢长时间 长期待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当一个每天 尤其是每个礼拜上五天班 还可能要加班的社畜 另外最低薪资也上涨了 所以兼职打工还是可以维持生计 还可以保持弹性的工时 然而也有人是被迫兼职 因为景气不好 工作难找 我们以去年8月的数字来看 大学以上的学历 他们领时薪的打工族人数是 24.6万人 连续15年增加了 不少人觉得 即便你有正职工作 也不能够保证公司不会倒 然后很多观众朋友 可能也心有七七烟 这个工作业务量很多 工作业务量增加了 但是薪水很低 员工福利也很少 无法兼聚工作还有生活的平衡 这个现象也推升了兼职打工 那么南韩人 他们的梦想打工是什么呢 根据统计来看到 第一名就是不动产 高达了44.9% 而第二名则是很夯的YouTuber 想要经营网派的人也非常的多 除此之外 现在也不少兴起的工作 您可以想象 睡觉一个小时 就可以赚7万多台币吗 在家里看剧吃炸鸡 也可以赚钱 我们一起来看 你没看错 躺在床上手睡的民众 睡小时醒来 就可以赚300万韩元 这和新台币7万多元 这是知名床店品牌 西梦斯 与南韩知名二手交易平台 胡萝卜市场 所合作推出的特色打工 但想要睡个觉就赚大钱 可是要从6万比1的竞争率 脱颖而出 而品牌也希望借此 向民众推广 睡眠和健康的重要性 国内最大 中央债 平台币 后年轻时代出现了新的求职价值观看工作方式 据统计南韩20到29岁的青年中 一次监裁好几份工的就超过73.7万人 比起做一般实心制的正值工作 他们更能在短时间内赚更多工资 不像过去的价值观 希望有个终身职业 这些斜杠打工族反而想在工作之余开心享受生活 而这样的终点实心制打工正好可以劳逸结合 环语新闻许明星综合报道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语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9点准时开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印象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